香港的面积虽然不算大 但是如果要找对要去的地方 其实并不容易 直至智能手机兴起 市民可以用网上地图轻松搜寻位置 不过这些地图提供的资料 是不是全面、准确 更新的速度又是否够快 早在2013年地震总署同时 就开始研发流动地图应用程式 地震总署在2010年的时候 已经推出了地理资讯地图 这个桌上版地图就很受欢迎 鉴于现在的人 很多时候都是用流动的装置 世界不会等我们 一定要加快这个部速 所以我们就在2014年年头 就靠私希望尽快推出这个APP出来 完全是不会与市场竞争的 因为其实我们提供这些资料给市民 也是一些政府的设施资讯来的 其实是互补不足互补长短的 这五位地震总署测费署同时 在没有新增资源 又没有开发流动应用程式的经验下 凭着一股干净和热情 在公余时间学习编写流动应用程式 并且研发MyMap Hong Kong 最初是想着纯粹在功能上做到 市民用到 是我们最基本的想法 没有想过原来 可能Android每个月都有新机 出得这么密的 最初遇到这些问题 是有少少认折不閒 维持这个服务 其实要很多的资源 因为我们都真的很想 复发这个服务给市民 我们是真是继续做下去 在地震总署同事的努力下 一个全港独有 能够为市民提供 详细公共设施位置资料的应用程式 MyMap Hong Kong 终于在2014年6月成功面世 Apps推出了大概一年的时间 下聚人设超过了10万人 功能方面主要是找到一些地址 找到一些公共设施 公共设施其实是大于球场 图书馆 甚至乎公司都会找到的 这个是我们Apps本身的休成之处 还有就是说我们的资料 是每个月都会有更新的 而且这些资料是官方的 所以可信性是高一点的 我们就没有一些额外的广告 去植入里面 所以用户的体验是会比较好一点的 MyMap Hong Kong更提供多元化的座标资讯 例如已经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的系统 也将登柱和登柱的编号 也都放在MyMap Hong Kong的Apps里面 远竹那里提供了不同的远竹路线 当然也有不同的座标系统 远竹人士根据他们的需要 可以用同年座标系统 去找回他们自己的需要的位置 SOS 的求救功能 他们也会将当时 用MyMap Hong Kong的人士 在位置的资讯 那些不同座标的资讯 就会发放给他们的亲戚朋友 令到他们的亲戚朋友 可以方便找到他们 MyMap Hong Kong还加入了教育元素 这个昔日香港主题 让市民能够探索一个世纪前的老香港 MyMap Hong Kong能够提供 庞大的地理位置资讯 除了因为地政总署测会署 分区测量署同时定期出勤 进行实地测量 以及搜集有关资料 以及更新地图资料外 也有赖其他政府部门的配合 共享空间数据 这个程式收集了 一百二十多种设施资讯 就会由二十六个部门 一直这样去提供给我们 我们做了一个网上版的工具 变成它们很容易更新到一些资讯 或者计划到一个位置 在地图版面上高 我们就可以达到每一个月更新一次 就好像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 每月都会向地政总署提供 香港政府WiFi通的新增地点资料 给地政总署 可以更新有关的资讯 在地政总署 除了加了我们的WiFi场地 在他们的地图之外 市民可以更容易找到我们的场地 我们在我们的网站里 也可以直接利用地图的连结 我们两个部门也都可以做一个协作的工作 达到这个双赢或甚至三赢的局面 这个MyMap Hong Kong 流动地图应用程式 不单止促进部门之间的合作 还成为政府和市民沟通 以及拉近关系的平台 开始就以为我们会不会的信息 只是单方向给市民 其实就不是的 我们的地图 市民给了很多意见 市民得到需要的资料 又方便到市民 其实我想对于整个 我们社团的工作 整个政府的公务员团 都是一个鼓舞 亦都是我们希望做到这样的事情 地图有两种大的用途 第一种它可以记录 现在当下的地貌 而另一方面 它是一个记载历史的一个工具 今天我们不去做这个 记录历史的步骤 十年之后 其实你就没有了这个研 其实它是一个历史的基础 地图有很多种不同的功能 亦都很开心地图 现在可以 不同市民都可以用得到 是一个新一中的新一中心 社群的法院 一定是一种 veio月木银 第二个产生 另一个市民都可以管 他的意见 就是《建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